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藍珀 所以我們就是藍珀 因為有人在上面問藍珀是誰 藍珀他又稱藍琥珀 然後有一般人叫做藍珀 那他是比較稀爽的 那我這個是多米人家的藍珀 那因為他在太陽光下面他會產生 帶藍色的狀態 那我可以先給大家看 在紫外鍵的造作之下 他會產生帶藍色 那待會兒就在 中間的藍珀 藍珀跟一般的琥珀 他不同的地方 一般的琥珀是黃、紅、赫、黑等 暖色系 所以這一般大家在收藏的時候 有稱之道做所謂的藍精靈 或是琥珀之王 但琥珀之所以藍 就是因為他的結晶體裡面 裡面有特有的碳氫化合物 然後這種五隻的琥珀 主要就是藏多米尼加 那也有少數是 墨西哥東南採集的琥珀 那多米尼加的琥珀呢 就是藍色 照下去的時候他就變藍色 很漂亮的青藍色 所以說如果你當配飾 帶在陽光下 他就會呈現這種 若暈若現的藍 你看他這邊的藍是有層次的 他在陽光照射下呢 他整個的紋就會變得非常的立體 不會像一般的琥珀很黯淡 然後他這邊的藍呢 又有點像青金石的藍 然後這一個大金魚 有沒有很立體 就是很活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這個 這是龍 龍咬豬 這個比較特別的一點 這個是帶皮的 這也是龍咬豬 這是龍盤豬 為什麼講帶皮呢 他這邊的圓框 圓框的皮在這 原來的皮 就是琥珀藍破原來的皮 他保留了這個皮在上面 這些 這個是紫外線燈 大家看到這些 就是我目前收集的四個藍破 價錢也不是那麼親民 我現在看到 藍破 那你總是要戴吧 所以說 他的佩戴的綁繩其實很重要 像這個我就沒有去幫他特別去做綁繩 那當時呢 我就為了這三個 我去特別做了綁繩 那現在大家看到的這一些 這些東西 這個秘密嗎 他不是機器滾出來的 他這些像這些小小的 小小的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用中國節一個一個打出來的 還有包括這些配飾 還有這些 後頭 還有這個 這些 這些全部都是用中國節打出來的 還有這裡後面 這個也是中國節打出來的 這不是一片布 他的光非常細 還有這些 還有這些 全部都是手工編織出來的 當時我請他來編的這些的時候 他價格其實很不清零 我把它講出來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嚇一跳 因為畢竟 綁這個 中國節的 他是全台灣屬於說 有名的 編繩的大師 他甚至可以用中國節 編出一顆三個 或是一顆五大 他非常的厲害 當時就是這樣 這些就是他幫我編的 當時我請他編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也沒有告訴我價錢 因為必須他要去看要搭什麼樣的配件 之後才能夠來決定價錢 編這三個我等了半年 然後之後呢 他跟我講說 好了 他特別從高雄上來 北部拿給我 結果單據明細表 我也看了 哈哈哈哈哈哈 這裡這三條 五萬七 五萬七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我還是要付給人家 因為他的這些工真的太細緻 不是外面那種機器可以去秉立的 好 若是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點點訂閱按讚 那因為還有其他東西還蠻多的 那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那想要了解 琥珀 藍珀是什麼東西 我也在影片上面 也大約上面說了一些 那若是你真的喜歡這支影片 麻煩你點點訂閱按讚 也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的訂閱人數有快破120個了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 然後這裡還有一些早期收的 這個是綠幽靈 這個就很像是一個太空椅世界 我喜歡他的這個椅境 很漂亮 然後這個是非常紫的六角的水晶柱 紫水晶柱 這個也很漂亮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 海草玉 非常的翠綠 因為他的首尾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這就是僅供收藏 就是這樣子而已 好那今天就分享到這囉 那若是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點點訂閱按讚 謝謝 感謝你們的支持 你們的訂閱 訂閱 是我更新的動力 這個就是一萬年化成的舒嬅雨 而且我這次已經玉碎化了 所以大家會看到它很透 這都是天然的光澤 沒有任何的油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吧 這一個23公斤重 拜拜 謝謝 謝謝 是不是 讚 謝謝 謝謝 謝謝